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只是一群20岁左右的年轻人 然而却勇敢无畏 不怕牺牲 书写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历史 那么他们是谁 要参加的又是什么重要会议呢 1922年4月的一天 中国广东省汕头市的一家小旅馆里 昏暗的灯光下 几位年轻人正在奋笔集书 他们时而热烈讨论 时而低头沉思 直到后半夜 终于写完了一份文件 几位年轻人激动不已 他们高兴地唱起了多几歌 一个人唱的是俄语 一个人唱的是英语 还有一个人唱的是中文 不同语言的歌声汇聚成了一曲激昂的交响乐 久久回答 这群年轻人是谁 他们又在写些什么呢 故事还要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讲起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 正处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 许多有志青年为了民族的复兴 毅然投身到革命中 1920年起 在上海 北京 长沙等中国各地 先后建立了一些早期的 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然而 早期的青年团组织内部 成分复杂 思想不统一 常常彼此互相冲突 最终导致1921年5月前后 组织活动相继停止 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 党中央决定吸取教训 整顿已经停顿了的 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 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 建立一个思想统一 组织统一的全国性的 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 简称团一大 团一大的会议地址最初选在上海 后来为什么改为广州呢 广东的党组织和团组织的负责人 谭平山接到通知以后 在这一年的3月6号 写了信给方国昌 就是团临时中央的负责人 除了汇报工作之外呢 在信的结尾写了一句 这团的一大地点 能改善广州更好 因为比较的自由 原来早在1921年 当时的广州军政府就颁布了 废除治安警察条例 1922年3月 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 中国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 第一次有组织的较量 取得了全面胜利 这些都表明当时的广州 政治环境比较宽松 中共中央局最终决定 将会议延期到5月 在广州召开 来自中国各地的青年代表 向广州汇聚 节目开头说到的三位青年 也是去参加团一大的 而且他们还是团一大的 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这三位热血青年 分别叫张泰雷 蔡和森和达领 他们出身和经历各不相同 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通过社会革命 实现民族复兴 那么三个人要到广州 参加团一大 为什么会逗留在汕头呢 达林是俄罗斯人 也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 他这次被派到中国 是为了帮助建立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他把20岁的这趟旅程 写成了一本书 叫《中国回忆录》 书中这样描述三人的形成 按照拟定的路线 我们先停在南海岸的小港汕头 从那里再坐小船 经过一昼夜便可到三梅村 从三梅再步行四五天 就走到通往广州的铁路上 我们就能从路上 绕过英国的殖民地香港 可是从汕头到三梅村的小船 一周后开航 无奈之下 三人只好先住进了汕头的一家小旅馆 在汕头逗留的几天里 每天张泰雷 蔡和森 达林 都要参加当地的青年团活动 他们也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 号召青年起来战斗 张泰雷曾经和许多青年人一样 一心只想考大学 毕业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 过上安稳的日子 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坦言 有过做官发财的心念 但在华北明星报秦宫简学期间 张泰雷逐渐接触到了更多的社会主义 和马克思的学说 他越来越意识到 富贵不等同于理想社会 国家不安稳 又何来个人的安稳生活 张泰雷的梦想变了 他说 我以后不当律师了 天下兴亡 体肤有责 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才能救中国 蔡和森 1919年赴法国秦宫简学 在法国有一所学校 叫里昂中法大学 专门招收中国秦宫简学的学生 1921年 当时的北洋政府 串通法国当局 将里昂中法大学 变为只招收富家子弟的学校 面对不公平的待遇 青春热血的蔡和森 和同学们一起 发起了征回里昂大学的行动 法国当局派出 300多名武装警察包围学校 拘捕了蔡和森等100多名学生 并将他们遣送回国 蔡和森的留学梦碎了 然而他实现民族复兴建立理想社会的决心 却更加强烈了 蔡和森先后给新民学会的毛泽东 写过三封信 阐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 不久蔡和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投身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 张泰磊 蔡和森 达林 在汕头团组织的活动中 取得了热烈反响 白天他们出席各种活动 到了晚上还要在蚊虫叮咬中服案工作 为即将诞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准备各类文件 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张成的草案 就是在这个小旅馆里诞生的 张成里明确了 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各项规定 比如入团的条件 手续等等 张泰磊 蔡和森 达林 在汕头逗留了一个星期 可是原定的路线 依然无法通行 只剩下十天了 团一大就要召开 时间不等人 最终三人决定 冒险改变路线 乘船经香港前往广州 为了不引起港英寻补的怀疑 他们分头行动 在广州会合 那么团一大能够顺利召开吗 这里是广州市的东园 精致的牌坊 红色的二层小洋楼 环境优雅 东园在中国清朝末年 曾经是一位官僚的私家园领 后来成为政治集会的场所 孙中山 周恩来 农民运动领袖彭派 都曾在这里发表过演说 团一大的召开 也是在东元举行的 当时在九十多年前 大家可想而知 当时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 在东元广场露天的地方 打起了猪棚子 设立主席台 张泰雷主持大会的时候 宣布中越 中越完了以后 他领导大家 高呼社会革命万岁 大家的情绪还是很激昂 1922年5月5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之所以选在5月5日开幕 因为这一天是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 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的纪念日 为了表明社会主义青年团 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革命团体 当时还印制了5000多份宣传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小册子 散发给各界群众 参加开幕式的除了来自中国各地的25名青年代表 还有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 及各界来宾等 共计1500多人 声势浩大 5月6日到10日 团一大举行了八次全体会议 大会听取了团临时中央局和各地团组织的工作汇报 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与中国各革命团体的关系等多项决议案 选举施存统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团一大使青年们热血沸腾 会议结束后 先驱 先青年等多家媒体进行了长篇报道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使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实现了统一 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具有了 刚领和章程先进性的青年组织 也是我们党的得力助手 在以后的中国革命的进程当中 社会主义青年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将青年们原本分散的 微弱的 单薄的声音汇聚在一起 成为一个影响时代的力量 1925年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后来的多次革命行动中 都能看到共青团成员的身影 1927年 张泰雷领导了广州起义 他在战斗中被敌人枪击 重弹身亡 年仅29岁 1931年 蔡和森在组织广州地下工人运动时 被捕 壮烈牺牲 年仅36岁 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实现 中华民族复兴的壮丽篇章 他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 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出身地主家庭的他 如何与家庭决裂 毅然投身到农民运动的滚滚洪流中 在培养农民运动领袖的讲习所 毛泽东又如何教授学员 农民运动的要领和重要性 国宝档案带来洒向田间的火种 在宝档案带来派向田间的血匠 小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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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笙